Hello,大家好,我是Eleanor 我收到一些观众的问题问我说 经营这个事业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经营 其实没有 那起头可能会需要你花一点时间经营 那哪个就是任何学一件新的事情 或者是尤其是创业 在一开始都是一定需要花时间去 build up你的这个business 那这个system呢它很特别的是 它已经预备好了一个系统 然后是step by step 就是video的照着影片一步一步去操作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 那当你起头跟着video去做完 然后比如说create好你的funnel 就像你当初看到你的导师的讲座 会需要去报名讲座 那像那个网站 其实样板是我们后台建立好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自己去买网站跟email 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setting 所以当你开始成为这个business owner的时候呢 你会需要照着影片就是一步一步的把一些东西建立好 那这些基本的东西都弄好之后 你会需要就是create一些 就是像business page 像是你的fast food的page 或者是你的youtube的频道 或者是你instagram的一个官方的账号 那其实这些东西是你从一个地方post出去 比如说像我现在在go live maybe这个影片就是我就会 我自己就会上传到我的youtube 然后让观众也可以让 就是不同平台的观众 他们都可以接收到你这个讯息 那每个平台的属性又不一样 像fastbook可能就是会需要定期的去做post 但是youtube就比较随性一点 那你可能有些比较专业的youtuber 他可能需要花时间去剪影片 但是在这个business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平凡的人 那我们很多妈妈们 他们都很忙 所以我们不可能花很多时间 去做很专业的东西出来 那这也是一个 本来就是要给普通人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去做很多detail的事情 但是呢你还是要有时间就是把该用的东西弄好 然后当你的business逐渐上轨道之后呢 你就是每天可能就是手机打开来 然后可能回一下观众的讯息 尤其是当你开始跑广告之后 那如果你接收到很多来自各方的人 报名了你的讲座 那你可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回讯息 但是我要分享的是这个business 比起你的全职工作 可能是你不用所有的时间都绑在那边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等一下我要出门 然后我可能现在花一点时间go live 然后我可能工作休息的时间回一下讯息 或者是我晚上就是又工作回来之后呢 我就是再花一点零税的时间去 就是去回复讯息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business主要的一个很大的优势是 它的时间灵活度非常高 你不用被绑在任何一个时间或者是地点 然后要长时间的去做好一件事情 那当你前面起头可能需要做这个 做这些简单的setting 但是当你更上手之后 其实你每一次花的时间会更少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不断update的system 所以每个礼拜都会有固定的课程 或者是讲座你要花一点时间来听 第一个是了解后面的行政的制度 然后再来就是网络的世界 很多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直在持续更新的 所以你必须要更新 就是跟上最新的东西的一些的update 所以这个business不会用到你所有的时间 但是你还是需要花时间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万事起头难你一定要花时间去适应一些新的学习 但是当你越做越多次 然后你越来越熟悉的时候 其实你会很enjoy在学习做social media marketing 或者是你开始学习跟观众来分享你的生活 然后另外也有人跟我说 那我是不是要很常做很多的video 其实不是的 media是帮助观众更了解你 但是其实广告有非常多的形式 像我自己就很爱跑图片跟文字的广告 所以你不一定就是都要用特定的形式 你可以慢慢的去测试 然后摸索出你最喜欢 然后就是广告都是需要测试的 但是在social media的platform上面 你可能定期的还是需要show up 然后让观众知道说你是一个真的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 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其实大家都很需要去练习 让别人看见你 不可能永远都一直躲在荧光幕后做事情 然后当你开始学习面对镜头之后 你会越来越confident 然后你会越来越就是知道说 我要怎么学习去表达我自己 然后其实原来我可以做到 就是你会越来越有自信 然后像比如说很多妈妈们 可能比如说带了孩子 就比较少时间可以跟社会做连接 但是你可以透过网络的世界 然后你可以跟很多来自四面八方 来自全世界的观众 有一些connection 然后甚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团队的后面 有很多的活动是可以跟来自全世界的伙伴做交流 所以我们在软硬体资源上面都是很完备的 那所以在最后就是整理一下 就是其实这个business里面起头可能会需要用到时间 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要把你的business给build up起来 但是当你越来越上手之后 你会有例行的时间要去做update 比如说你要学习去看mastermind 那是每周固定要做的事情 就像你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你要开会 没有任何一件工作是不用去持续学习的 所以持续学习很重要 这是一定要花的时间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的东西会一直需要 就是去更新 比如说网络你就是有些新的 比如说像各种的social media platform 它会有很多新的update 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学习这些新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在花的时间 其实是你一直在主要就是在学习新的事情 然后去测试新的广告 然后有时候要花一些时间跟别人互动 这是我主要觉得我在这个business里面花的时间 然后可能团队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meeting要参加 对那我要就是请其他的伙伴来分享 我来点名在Vancouver的Amy 然后来分享看看 因为她现在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孩子的妈妈 我点名Amy跟Elsa 她们都是现在有小小孩的妈妈 然后可以就是请她们分享一下 她们是怎么经营这个business的 好那我今天的go live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